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堡壘 那麼台北股市又創歷史新高了 我相信在上個禮拜我稍微小壓回 而尚未告訴過不用怕 五日線都立手 這個盤隨時繼續創歷史新高 尤其龍券突破了百萬張 我說這個軋空手也軋空頭 雙軋行情 當然現在更多人告訴你 這個盤不要亂追 那上回也說過了 買股票你不是看大盤做股票 可是90%的人就是看大盤做股票 認為大盤漲你的股票就一定會漲嗎 不見得 我說過每一檔股票 它的起標點跟起跌點完全不一樣 我稍微舉個簡單的例子 各位這叫台北股市 再創歷史新高 過了13031之後 有沒有 再創歷史新高 好各位注意看 那它為什麼到現在是跌的 你自己看 從153跌到今天113 跌掉了40塊 它從79.8跌到今天 有沒有 包括之前外資騙你的 說上看星星120 結果從94.5就跌下來 所以你發覺到 老師對很多股票是走自己的路 我說大盤跟台積電有相對的關係 懂我意思嗎 好那你會說老師 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 來到了13921 卻攻不過去 對不對 今天大盤高低點你也看得很清楚 老師不錯 有205點 台積電 各位台積電還沒過500塊 可是為什麼大盤創歷史新高 來我告訴各位一個秘訣 先看這個台積電 台積電506還沒過 我知道很多老師 台積電506都還沒過 來來來來 注意看 我又要跟你講未來 台積電506上個禮拜出現之後 當天是不是殺了20塊半 然後大盤在創歷史新高 台積電連續12345 就陷入什麼就陷入這根K線 有沒有 看這裡你會更清楚來 我把它放大 就這一天 這一天衝到506的時候 大盤在哪裡 大盤在這裡啊 大盤是收VK 你是不是很害怕 我說不用怕 那台積電為什麼要這樣收 為什麼要這樣洗 修正正乖離 因為這一天漲22塊 這個地方也漲22塊 正乖離太大 所以這樣磨磨磨 那注意喔 當台積電突破506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這個事情 注意看 當台積電突破506 就是大盤要供1萬4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大盤供到13921 然後就停了 因為台積電沒有過500 今天台積電如何 來到498.5 所以他把空間留給誰 各位留給中小型的 股價的 聯電漲停了 對不對 聯家軍的 聯節漲停了 系統漲停了 可是台積電也漲喔 所以他現在把空間 讓給這些中低價位股價 來表現很漂亮各位 這個資金輪漲輪動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 各位你看上維今天 這兩邊的測標 這一邊測標完全都不變 這一邊測標各位 這些股票也都是你知道的 那我們一檔一檔來追蹤好不好 來 華興科買163的 他漲很慢我知道 你說老師 華興科到今天也才193.5 漲30塊了 我還沒賣喔 各位還沒賣的就是還沒賣 好不好 好 再來 雖然他漲很慢 各位也30塊了對不對 好 再來喔 我們繼續看 金鼎買189.5的 你說老師今天金鼎沒有漲 無所謂啦 還收204啊 有沒有 上禮拜 上禮拜創個新高 今天小拉回 拉回就亮縮 上完沒賣就是沒賣 來 繼續 每一檔都快速追蹤 元展 老師 來來來 我們來看元展 元展現在還在分盤交易喔各位 元展啊 買在這裡的 對不對 現在多少你自己慢慢看 老師現在93 我是買在這兩根K線 我講過囉 我不是買這裡也不是買這裡 就買這兩根K線 如假包換 慢慢漲 因為現在分盤交易啊各位 分盤交易 就像什麼老師就像你這檔股票 也分盤交易 漢訊各位漢訊 從5分鐘一盤變20分鐘一盤 但是漢訊還沒走完喔各位 因為漢訊標太快了各位 半個月標96% 所以5分鐘一盤變成20分鐘一盤 我還是報老 你知道記住這件事 老師你漢訊是11月4號買的 你要記住我買在這裡 好不好 你再看看會不會賺一倍以上 等到解禁之後 你就會發覺到老師 原來這個都不是高點 這個都不是高點 現在被關緊閉20分鐘一盤 沒關係 忍他讓他不要理他 等他解禁之後你來看他 你再看他怎麼標好不好 我一樣報老繼續賺喔 你記住喔 我是買54塊半的喔 好 再來 再來再來再來 統心 統心 我是買107的 這你都知道的對不對 你會發覺老師為什麼買 這VCR就看膩了 現在統心衝到120幾人 沒錯吧 你自己看 每一檔我都跟你追蹤 有沒有 都是買在這裡 然後享受飆漲 所以不管是大賺還是小賺 各位 尚維都持續跟你追蹤 好 我都持續跟你追蹤 來來來來 再來通家 今天輪到通家漲0了 通家我什麼時候公佈答案的 來 請看VCR 今天本來尚維是蓋住的 我就直接公佈答案 好 看清楚喔 來 看清楚喔 11月6號上個禮拜五 3588通家把握擊殺 38塊34價買金 為下週大漲提前卡位佈局 上個禮拜五我告訴各位 大家啊 都在擔心啊 老師 美國總統到底怎麼樣啊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超好買的 超好買的 非常好買 上個禮拜五 收盤就收383 所以你一定買得到 買到的人還很懷疑 老師 下週會漲嗎 收最低呢 我說這種底部打底的股票 跌無可跌啦 無需再跌啦 好 你看今天 今天11月9號 注意看喔 3588通家請市價買進 建立基本多單再買 然後呢 把金豪科市價獲利出清 來看清楚來看這裡 老師 今天金豪科創新高 我在賣喔 今天金豪科是創新高對不對 我在賣喔 然後我又加碼通家 你會說老師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賺錢是比速度嘛 金豪科創新高 賣啊 我在賣啊 再加碼通家 就通家漲停啊 可是重點不是在通家的漲停 而是通家今天的漲停 再預告一件事情 它的主身段也來了 知不知道 當你看完這段VCR 有沒有勾起你的回憶啊 或許很多人說老師 金豪科也好強啊 這兩天也很強 沒錯 可是上回說過 你只有一套資金 對不對 尤其是什麼 賺完了通智 那麼我公開了 通智第二叫通家 那各位你知道通智賺多少嗎 通智 兩筆單 大賺90% 有沒有 11月12號 獲利出清了 出在150.5 那你會說老師 可是大牌在賺歷史新高啊 那你告訴我 來 同智今天收多少 收148.5 老師還不錯 今天通家收哪裡 請看 老師啊通家漲停了 你買383 然後又加碼411 你看已經來到48塊1了 所以這個就是上回告訴你的 你要看得到他後面 我說迎接主身段 我畫給你看有沒有 你信嗎 你當然不信啊 老師 還沒有漲以前你都不會信 對不對 每一檔股票都是這樣 就像當初我告訴你漢訊 送給新朋友漢訊 你也不信他會飆啊 結果半個月飆了96% 從5分鐘一盤變20分鐘一盤 你自己看 這叫做預告未來啊 上回畫的圖過了沒 喔老師真的呢 沒錯吧 那所以一樣的道理 每一檔我都這樣做給你看 買進 賣出我都公開 續報我也公開 那你說老師 通家今天漲停還能追嗎 你不要問我還能追嗎 不要再追了好不好 已經漲那麼多了 你不要幫我抬轎 你抬不了轎 今天的重點 是要你佈局金向光第二 金向光第二明天叫最後買點 如果你明天再不買 我告訴你 你買不到50幾了 很快變60幾了 變6開頭了 那金向光我又怎麼買的呢 來請看VCR 昨天11月17號 金向光把握拉回91塊4 附近試價買進建立基本多單 91塊半成交為什麼 各位注意看 這一條線這是60分鐘線 這一條線每一次來就是買 就是買 昨天有兩個小時讓你 有兩個小時讓你慢慢買 你都可以買在91塊4 91塊半 反正看到91塊4就是市價買進 所以我們買在91塊半 這裡有一根兩根三根K線都碰到 三個小時 那為什麼買它 這個叫做打底剛完成的股票 然後今天 今天 不好意思真的漲停板 既然又漲停 投資朋友 當你看完這段VCR 你一定很希望時光就是可以倒流 各位不管時光是倒流到 9月28號你會聽我的話買同志 兩筆單你就大賺90%對不對 那如果時光可以回到11月4號 你也一定會聽我的話買漢訊 漢訊半個月標96% 標到5分鐘一盤被警示變20分鐘一盤被警示 如果時光還可以倒流 不用多 倒流到5天前 各位 我在11月17號買進 你剛才看到的VCR 很好買 對不對 我說為什麼要買 這個就是尚違在11月初 你們在擔心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告訴你 不用管川普贏還是拜登贏 我給你的股票一定贏 沒錯吧 我給你什麼股票 同志 不是兩筆單90%嗎 我給你漢訊 包括現在 我給你金相光 有沒有一定贏 為什麼一定贏 因為尚違給你的股票叫底部起漲的股票 還有一個叫做主身段攻擊的股票 我說你買的是這兩種股票一定贏 你不用管川普贏還是拜登贏 事實證明啦 我相信各位你們當時好害怕老是 美國總統大選都還沒有選完 怎麼可以買股票嚇都嚇死了 對不對 自己嚇自己 我說不用嚇 不用害怕 我給你的股票一定會贏 為什麼 因為底部起漲 因為主身段攻擊 所以每一檔你都看到了 從之前的安吉標了82% 到同志兩筆單大賺90% 到漢訊半個月標96% 到現在金相光四天標了39% 為什麼 老師真的是底部起漲 11月18號 對不對 你剛剛看到就這樣 我公佈答案 隔天馬上公佈答案 公佈答案的時候是101啊 你知道今天多少了沒 隔天還是漲停啊 對不對 來第三天繼續漲 都不是一架漲停的呢 是你看了還有盤下讓你買有沒有看到 你看今天又來了又漲停了128 各位我們稍微來算帳一下 這樣多少39.9% 今天收128 各位這都是你輕盈目睹的呢 你多麼希望時光可以倒流 不用多 倒流到11月17號 你跟著我買金相光 就光這四天 買完這1234這四天 39.9% 請問各位 賺錢就是比速度啊 當然上圍也會少賺 我也無所謂 對不對 少賺我也無所謂 但是重點是什麼 有的股票大賺 該大賺的一定要大賺 該小賺的我也是小賺啊 有很多股票上圍小賺我都懶得提 我都懶得提啦 賺那個10% 20%我都懶得提 你自己慢慢看 可是各位 起標點的股票我從來沒有錯過啊 我每一次都送給你啊 所以現在你不是在問我說老師 還可不可以追漢訊啊 還可不可以買金相光啊 今天通家漲停還能不能追啊 你不要問我 真的 我不需要你幫我抬轎 你抬不了轎 你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買金相光第二 就是買金相光第二 懂吧 因為我要帶你買的是誰在這裡嘛 誰在91塊半金相光這個位置 誰在54塊半漢訊這個位置 這才是你要的不是嗎 各位今天這張圖 是最後一天讓你看喔 為什麼 因為明天找盤叫做最後買點 明天買完我不會讓你買的 為什麼 因為明天過後 我已經計算籌碼 明天過後 你已經買不到五字頭了 你可能要買六字頭了 你可能要買六字頭了 就像這樣 這一天你不買 91塊你不買 不好意思 這幾天你都不買 隔天就變三位數了 從兩位數變三位數了 對不對 你又不買變110了 你又不買變120了 你又不買變128了 我不會帶你再去追高啦 所以這個就是上回告訴各位 金相光第二 明天找盤叫做最後買點 我說過了 你已經錯過了91塊半的金相光 你也錯過了54塊半的漢訊 所以要買這一檔 而且我也給你看啊 我在11月18號開始佈局它 如果你猜得到我恭喜你啦 好不好 我說把握回撤僅限496買進 你現在當然買不到496啊 因為這幾天都慢慢上慢慢上啊 今天沒漲喔 今天亮縮拉回好漂亮 這是上回講的 為什麼 金相光第二最後買點 因為明天你還可以買在50幾 過了明天你搞不好買不到50幾了 你要買60出頭了 你要買60幾了 而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做底部剛起漲 因為這個點叫做金相光91塊半的點 這個點 這個點 也叫漢訊 這個點 這個點耶 所以它不會等你很多天 你看它等你幾天 你不買 砰砰砰砰就上去了 有沒有 它等你幾天你不買 砰砰砰就上去了 所以我說它叫做最後買點 就是最後買點 我相信各位 你看我節目不是一天兩天啊 我當時告訴你 趕快賣茂迪買安吉有沒有 結果你聽話的恭喜你 茂迪就這樣溜下來 安吉就標82% 同志也是 同志也是 9月28號告訴你轉折向上 結果從初升段做到主升段 一直到漢訊 一直到金相光都一樣 我每一次告訴你最後買點 就是最後買點 不出兩天就標了 所以各位你不要再錯過 金相光第二了各位 真的真的 你再不買 真的 你會買不到五字頭 會買到六字頭了 所以趕快來 把握上回推出的 私房標股充施班 透過專人清貸使命必達 中場休息時間電話撥通 趕快把握金相光第二的最後買點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亞洲投顧 民國76年成立 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營造獲利 三多創造財富 如票期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投顧就是你家 有家的溫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亞洲投顧真心照顧 亞洲投顧民國76年成立 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營造獲利 三多創造財富 如票期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投顧就是你家 有家的溫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亞洲投顧真心照顧 欢迎再度回到現場 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上围好友的赶快加入 这里有所谓的QR Code 不管是LiOT TG赶快加入 上回说过加入好友 每一天从盘前 把国内外的财经重点帮你整理好 盘中每逢一三五 有东升的连线就同步直播 然后每天的盘后 我会亲自录一段语音 至少五分钟 告诉你操作的精髓 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从盘前盘中到盘后 全方位帮你掌握 然后包括上围有上什么 特别的节目当特别来宾的 包括投资部NG 台股达人秀 财经号角 都会直接po在好友的TG上 让你可以同步来欣赏 对整个行情完完全全的掌握 当然也包括每一天 运通财经台的节目 也会上传在TG的 整个Telegram里面 所以你手机拿到哪里 你就可以看在哪里 完全掌握所有的行情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看上围超过两个月以上 你都可以大声地讲出来 从当时10月7号这一天 这一天10月7号这一天 茂迪冲到446.5这一天 如果你10月7号有看上围节目了 请你帮我做见证 我告诉你赶快把茂迪卖掉 去买安吉 啵 涨82% 带你进 带你出 可是你知道吗 10月7号的时候大盘在这里 现在大盘涨了1000多点 你发觉到一件事情 老师你说茂迪赶快卖 10月7号还真的是茂迪的最高点 对吧 再来呢 同志 10月12号这一天 一点到我的停力点150.5 我告诉你赶快卖 赶快卖 两笔单大赚90% 结果你发觉到老师 结果大盘又创历史新高 拍谁 同志呢 今天收148.5 我的停力点是150.5 停力出清 但是同一天我告诉你 汉迅不能卖 结果又发生了一个奇迹 汉迅从这一天再标40几% 这骗不了人吧 现在科技很发达呢 你都可以上YouTube去看 是不是11月12号我怎么讲 我说同志停力出清 两笔单大赚90% 汉迅不能卖 结果汉迅从那一天又标了40几% 结果不得了了 短短半个月标90几% 所以从5分钟一盘 现在变20分钟一盘 但是我告诉你 好戏在12月份 好戏在12月份 我已经告诉你为什么了 为什么它变成20分钟一盘 因为没办法标太快了 半个月标96%各位 如果你的股票半个月标96% 被警示你也是很爽啊 代表你买到全市场最标的股票嘛 好 紧接着呢 来 各位 紧接着呢 紧接着呢 是不是告诉你赶快来买它 赶快来买它 然后各位 这一天买好了 买好了 最后买一点买好了 结果隔天涨停 涨停 创新高 涨停 请问各位 每一档都做给你看 通家呢 老师 通家涨比较慢 买383也公开 加码411也公开 今天多少了 481啦 所以不管是涨得快涨得慢 我都一样 每天跟你追踪 因为每一档股星就不一样 什么股票该卖我也跟你讲 我请问各位 你去哪里找啊 你如果看上回超过两个月 你自己帮我做见证 我相信你都有做笔记 不然你就上YouTuber再去看 每一档股票的起涨点 起铁点就是不一样 你不要问我 老师大阪会不会创历史下 会 还会 还会 但是很多股票不会涨就是不会涨 没有开玩笑吧 很多股票已经涨不动了 可是很多股票才刚要涨 所以你看到什么答案 为什么11月17号你不敢买股票 我买金像光 结果你发觉到老师 11月17号到今天也才没几天 为什么它标成这样 你自己看 为什么它标成这样 为什么它标成这样 因为换它标了嘛 所以你现在要买的是 谁债91块半的金像光 还有谁债54块半的焊讯 我帮你找到了 而且明天就是最后买点 善为重来不讲狂语 我说最后买点 明天买完我就不会让你买了 所以你赶快跟上 否则你又会错失标股了 金像光第二 赶快把握 失防标股冲刺班 专人清贷使命必达 请你务必好好把握 也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女性商道方面 未来第二 我完繭 我需要回看 会症 因为我不要